大家好我是Rona老师 大家好我是嘉宇老师 今天又来到了格局的时间 嘉宇老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格局呢 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格局是 子午破君加关进入 这个格局又称为 阴心路妙阁 感觉很棒耶 子午二宫逢破君守命 加吉星必然位至三宫 嗯三宫经常很了不起耶 那破君星呢 在帝之位的子位跟五位坐命的时候 这个位置呢 如果遇到吉星 这边指的吉星呢 是画权跟画禄 低年跟几年呢 在五的位置会有一颗禄存心 假年破君会画权 也会到吉星的话呢 他就可以位至三宫 这个三宫呢 听起来好像就是很大的官位的意思 那其实呢 这个三宫不只是只有官位大而已哦 某个层面来说呢 三宫呢 是可以掌管整个国家的 军权的领导者 破君星呢 是颗大波大力的这个星耀 为了梦想不顾一切勇往前进的这个大将军 破君化权呢 是破君星相对稳定的这个状态 为了梦想勇往前进的时候呢 会更加的去思考 更加的去 琢磨应该要怎么样来做这件事情 第一年跟几年呢 在五的位置呢 会有一颗禄存心 那禄存心呢 这可以称望我们的主星 破君星这颗主星 更加的稳定的往自己的梦想前进 对应在现在 如果这个人在大公司当中呢 就可以主导业务的高层呢 或者是自己创业的人 这类聪明又有梦想又敢往前冲的人呢 运线走得好的时候 很容易就有不错的成就 但是少年得志大不幸 如果早发 当运线走得不好的时候 碰到危难的时候 反而没有危机处理的能力 那很容易就会在人生的道路上面会跌一跤 那要再等到运线好的时候呢 才有机会再爬起来 那其实破君在五的这个位置呢 会比在紫的这个位置相对来的好 那因为破君在五的位置的时候 在命盘上面的太阳会是在望位 太阳在望位的时候呢 巨门会是亮的 破君星在五的位置坐命的时候 巨门星呢会是他的仆义宫 那阴心路庙格呢 这个格局主要就是说 这个人可以领导人家去开创事业的这个意思 奎年呢地之位的子位呢 会有一颗露存心 奎年破君化露 巨门化全 那破君化露的意思是要破号之后 才可以得到一些好处 当破号之后却无法得到支持 是不是很糟糕 只能大破不能大力 普遗宫巨门化全的时候 在朋友圈中呢 他讲话是有权力 有power的 所以才能成为正式的阴心路庙格 原因在此 Lona老师啊 他身边有一个就是破君心的朋友 那他也刚好就是符合这个阴心路庙格 那通常破君心做命的人啊 男的帅女的美 而老师呢 刚好认识的是一位美女 那这个美女呢 他当然就是 哎 家世背景还不错 自己又非常的努力 他现在呢 除了是公司的高阶主管之外 他还另外发展他自己多元的兴趣 譬如说成为一个歌手啊 然后自己帮自己录制专辑啊 然后甚至还分享他自己的作品 在他有闲暇之余的时候 所以其实 你运线走的还不错的同时 不要忘记还是要搭配上自己的努力哦 好 那今天分享的格局到这边 希望大家会喜欢 那喜欢的话呢 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以及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拜拜 拜拜